城前一把将韩渊拦在了身后 什么人 韩渊总算挣脱了城前的手 大大咧咧地拍拍他的肩膀 没事 别怕他 刚开始我也被他吓了一跳 后来发现他呆呆的 挺好玩的 说着 他弯腰捡起了一块石头 在城前阻止之前就抬手丢了出去 石头笔直地穿过了那鬼的身体 还在地上弹了两下 男鬼茫然地低头看着小石子 一脸不知今夕何夕的梦游模样 你看吧 韩渊笑嘻嘻地 城前只想胡他一脸 石子穿过男鬼身体的时候 他清清楚楚地闻到了那股味道 像是臭味 又混杂着某种让人作呕的兴器 石油加上铜南血 此时城前已经无暇去思考 为什么对方刚才会任凭韩渊逃走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疑问 这小娇花还试人吗 进一次妖骨赶上去妖花边就算了 半夜出去溜达一圈 还能捡到一个轨道魔羞 一时间 城前脑子里仿佛有一本完整的符咒入门 飞快地从头翻到了尾 突然 一个简短的符咒 陡然间进入了他的视野 是了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提到过刻在叶片上的符咒 需要的力量比刻在木头上的少得多 但大多只能用一次 我记得书上还讲过两个例子 一个是照明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干什么用的来着 城前狠狠地在自己舌尖上咬了一下 然而下一刻他想起来 那本书他还没看完 没来得及知道第二个符咒是干什么用的 但此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城前将双手背在身后 目光却没有离开面前的男鬼 手中刀刃抵在了叶片上 刀刃乍一接触叶片 城前就知道自己莽撞了 尽管只是片叶子 对他来说 也不斥为还没学会站起来的幼童被逼着跑 不能碰 不能停歇 城前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白了下去 他感觉自己几乎被手中刻刀吸成了一具干尸 五脏六腑都被抽到了那片要命的叶子上了 这是我和韩云唯一的机会了 不知是不是危机激发了他的潜力 城前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符咒 竟然就这么有惊无险地成了 那一刻 某种极其玄妙的力量 透过手中的叶子传递给他 他却已经没有心情去感受 城前整个人晃了晃 险些没站稳 全身上下的经脉针扎一样的疼 韩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小钱 你怎么了 城前咬牙深吸了两口气 一巴掌甩开他 回去找师父 什么 走 那男鬼突然往前走了几步 城前手指夹住已经变成符咒的树叶 横在胸前 站住 那树叶上发出一团悠悠的荧光 不知是不是城前第一次尝试做得不得法 那符咒似乎并不完全 他现在一半亮一半不亮 男鬼的目光落在树叶上 一时间神色居然有了几分清明 那对死气沉沉的眼珠 微微动了一下 清白干裂的嘴唇仙洞 积不可闻地说道 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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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前脚下一软 差点倒下 果然不该心存侥幸 一个入门的刻在叶片上的符咒 能有什么万箭穿星火烧连营之类的杀招 这样看来 还不如那个赵明的有用呢 城前这样想着 嘴里发苦 那男鬼看着清心服 情不自禁地又往前走了一步 城前退无可退 只好将身上的木剑拿了出来 他冷汗尽透了袍子 由于脱力 几乎抖成了筛子 手中剑尖 却一动不动地指向对方 男鬼略微回过神来 开口道 我 我不是坏人 孩子 这鬼好像是八百年没开口说过话了 声音声色极了 还磕磕巴巴的 看起来竟有些可怜 然而城前并不是会轻易可怜陌生人的性格 丝毫不为所动 只对身后的含冤道 我说了快滚 回去找师父 别在这碍事 小钱 他说他不是 韩渊手足无措地 看着他小师兄逞强的背影 城前忍无可忍 闭嘴 你就不学无术吧 他就是个修轨道的魔修 魔修俩子成功地震住了韩渊 他在原地待了片刻 脸上先是震惊 随后转成一片空白 最后不加掩饰地露出了惊慌恐惧 只听韩渊大叫一声 转身就跑 城前不由自主地将腰挺得更直了些 心里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 韩渊在这儿他心烦 韩渊这一跑 他心里又仿佛被人用冰锥捅了一下似的 又冷又疼 可还没等到他将这不痛快压下去 就听见身后传来磕磕绊绊的脚步声 城前侧头一看 那小叫花居然又跑回来了 韩渊不但自己跑回来了 还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块大石头 双手举过头顶 做出一副准备给人开瓢的凶狠样子 直眉愣眼地向那男鬼质问 你 你居然是魔凶 城前当即扶的是五体投地 剪石头有什么用 听说过什么鬼被石头砸死的吗 就在这时 男鬼开了口 我不是魔凶 我 我只是个鬼影 鬼影 就是被活着抽到试魂灯里炼化的魂魄 炼成后全无神智 只供鬼修差遣 我是 逃出来的 不是魔凶 男鬼颠三倒四的话音 渐渐流离了起来 他看了看城前 小兄弟 你能把那张清心服给我吗 胡扯 鬼影都是童女 你是童女吗 男鬼看起来能当童女他爹了 男鬼呆了呆 目光从清心服上挪下来 落到城前和他手中的木剑上 他沉默了两久 仿佛追忆着 脸上的神色显得有点迷茫 好一会儿才说道 目剑 你是扶妖派的高徒 怪不得小小年纪 你不知道 是魂灯炼化的鬼影 最尚为修士元神 次之为修士魂魄 在此 才是未经修行的童女 只是后者最好抓 也最容易练花而已 那你是什么 怨神 男鬼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他见城前一脸防备与不信 便弯下腰 捡起了韩渊 方才丢过他的石头 城前瞳孔一缩 普通的魂魄是不能触碰食物的 这人家能捡起石头 说明他确实是个怨神 可是 只有大能前辈才能有元神 师父恐怕都没有 城前僵立了片刻 终于颓然地放下木剑 他就算再没有资之之明也知道 对方说的话无论真假 面对一个元神修士 他毫无挣扎的余地 我乃木兰山唐枕 说起来 还与令师有过一面之缘 男鬼说着 神情又微微恍惚了一下 百年前 我被那鬼魔头暗算 元神落入试魂灯中 杏伟被完全炼化 机缘巧合之下逃出 却因百年囚禁 失了心智 几乎忘了自己心身名谁 幸而小兄弟手中 有这一记清心服 你 能把它给我吗 城前想了想 将树叶放在了地上 而后谨慎地抓着 寒冤往后退了十几步 男鬼脸上喜色一闪而过 立刻伸手 将树叶招到手中 那树叶荧光骤墙 一瞬间化为一团白光 钻入了男鬼身体 他身上那股诡计森森的 血气与臭气 请客就散了不少 整个人也不那么清白了 那自称躺疹的男鬼 深吸一口气 对城前与寒冤 长衣倒地 大恩不言谢 请待我问候令氏 那鬼魔头蒋鹏 与贵派还有些渊源 请他务必小心 说完 他就凭空消失在了空中 仿佛从未存在过 什么意思 小钱 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等人消失两久 寒冤才莫名其妙地问 城前没有回答 眼前一黑 就软软地栽倒在了地上 小钱你怎么了 寒冤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地接住他 城前耳畔嗡嗡作响 手脚软绵绵地提不起一点力气 只能任凭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寒冤 笨手笨脚地将他背起来 而那罪魁祸首还背着他边跑边啰嗦 跟我说句话 小钱 小师兄 城前头晕得几乎要吐出来 手指静鸾般地抓住寒冤的衣服 而后他用尽全力吐出一句话 回去我一定要告诉师父 韩元 你死定了 等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城前几乎觉得自己快要死过去了 他一睁眼就看见韩元紧张兮兮地趴在他床头 那眼神仿佛他已经命不久矣 城前也不理他 自顾自地爬起来换了身衣服 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洗漱去了 韩元像只闯了祸的大哈巴狗 一步一驱地跟在城前身后 终于等来了城前冷冷的一句 滚吧 小师兄 韩元垮下脸 谄媚地叫道 城前面似寒霜 不告状了行了吧 快滚 不然我现在就去找师父 韩元只好灰溜溜地贴着墙根跑了 城前将脸上的水珠擦干净 心里也有自己的考量 听大师兄的意思 师父已经从温老板那儿 知道那个什么讲棚也来了 那我就不多此一句了 不然引起师父的警惕 我们几个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定师父的手 城前一走出自己住的小茅屋 就看见大师兄在那指点江山地 表达自己对破客栈火石的鄙夷 而后堂而皇之地在温雅真人眼皮底下 让道童给他开了小灶 韩元那小教华一宿惊魂也不长记性 喋喋不休地围着大师兄表达自己想出去转转的愿望 大师兄一扭八道弯地表示 由于枕头太硬 少爷脖子睡落枕了 不易走动 以及他拒绝再踏上自己的马车一步 因为小师妹那一抛尿 城前浑身难受得很 正气不顺 一早起来看见这些过躁的师兄弟 立刻找到了地方拜火 冷笑着道 你可以让水坑给你洗垫子 说完 他抬手一指 只见水坑小师妹不知什么时候 又爬上了大师兄的车 并且生冷不济地 将他昨天尿过的垫子的一脚往嘴里塞 一双无知的大眼睛眨来眨去 还抬头露出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 同时 他由于牙齿尚未长齐 嘴角难以抑制地流露出了一行哈喇子 城前仿佛唯恐大师兄心里好受一样 又慢吞吞地补了一刀 你看 师妹已经给你洗了 用口水 严征明看起来 很想和小师妹这个不知名的品种 同归于尽 毛房是万万没法待的 马车也是万万坐不上去的 此处距扶摇山大概已经有了十万八千里 严征明仰头望天 感觉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他容身之地 而很快 师父就用一句话把他拯救了出来 都出去玩吧 今日就没有早课 我们再待半天 下午就上船去青龙岛 耶 韩渊欢呼一声 眼巴巴地看着师父 师父 我听说今天又有急事 昨天不是刚给了你一包零钱吗 牧春真人很是气急败坏了一阵 最后败在了韩渊眼巴巴的表情下 只好又扣扣嗖嗖地 从袖子里摸出了一个荷包 守财奴一样地樽樽教诲 省这点 别瞎话 韩渊就像个飞出繁笼的鸟人 拿了钱便欢天喜地地去呼棚引办 大师兄率先无视了他 指使着一杆到铜去给他找地方 铺上好几层毡子以供补教 李云本来想去 回头看了城前一眼 又痛苦地改变了主意 我去练剑 韩渊小心翼翼地转向城前 点头哈腰地说道 嘿 小师兄 我带你去买果子吃好不好啊 带师妹去吧 你们俩比较能玩到一块去 啊 最后 韩渊一手将水坑师妹抱起来 在原地抓耳挠腮了片刻 感觉自己好像被嘲讽了 不过他很快就释怀了 城前勉力藏针 逮谁扎谁 有时候连师父都难以幸免 韩渊早就习惯了 丝毫不以为意 屁颠屁颠地带着水坑跑了 温雅板着一张讨债脸 看着牧春真人的几个徒弟 简单交流过后一哄而散 在背后 埃格尔对他们做出了评价 他看着严征明 曲莫少恋 不成气 又看着李云 心智不尖 不成气 面向城前 他严谨一该 连缘由都没说 只断言道 不成气 最后是韩渊 韩渊是唯一一个 没有得到不成气三个字 作为评价的 因为温雅真人 十分诧异地 问了牧春真人 这个东西 你从哪儿捡来凑书的 至于水坑 他被忽略了 鉴于他还是个无耻之徒 充其量只能算半个人 点评完 温雅高贵冷艳地哼了一声 也不看牧春真人 那张阴云照顶的脸 竟自拂袖而去了 当天傍晚 扶摇派就坐上了 去往青龙岛的海船 求仙问道之人 大敌也都是樊派 也分三六九等 也有攀比之心 东海港口上 数十艘大小船只 一字排开 其中有布满雕花 与沙障的大船 也有寒酸的 摇一摇就要进水的小舟 师傅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 一来就要图便宜 很快盯上了几条小舟 一个人才收五文钱 再划算也没有了 那小舟上 还放着些许破盆烂碗 据说是万一船底漏水的时候 往外摇水用的 这一次 严征明终于没让师傅得逞 就在师傅踩着小碎步 走向码头准备定船的时候 他已经派道童飞奔来去 将最大最贵最豪华的一艘大船定下了 并且一马当仙 昂首挺胸的上去 上路这种事 成前一般都是不着急的 坠在最后 跟师傅走在一起的 因为实在不想和任何一个师兄 师弟为伍 而这一次 跟在师傅身边的成前 第一次看见师傅 对大师兄皱了眉 成前乖巧地任由师傅领着 瞥见师傅皱眉便问道 师傅 怎么了 是大师兄太白家了吗 身无分文 确实寸步难行 但始终是身外之物 不必太过挂怀 只是 他不该这么抄摇啊 成前先是一愣 随即立刻敏感地反应过来 目光四下一扫 都是要赶往青龙岛去的 除传宫愚人之外 还有不少别的门派 而这些人中 有年轻藏不住心事的 此时已经在打量 他们这招摇的一行了 严征明大摇大摆地指挥着道童 搬他那一堆奢靡享受的东西 旁若无人的样子 不像个修行中人 反而像个富家顽固 整个人有种不安事事的浪荡无状 对此有人面露轻蔑 有人颇为看不惯 还有几个徘徊在便宜小州附近的人 一身破衣烂衫 远远地盯着严征明看 不知是什么表情 城前握着木剑的手 不由自主地紧了紧 突然抬头问 师父 我什么时候能拿一把针剑 大师兄那样的 我觉得他那破剑法 练得还不如我呢 你要剑干什么呀 木春真人十分怜爱地低头看了他一眼 城前目光再次扫过周围那些不善的目光 心里斟酌着这话该怎么说 他对敌意无比敏感 而面对敌意 他只有身怀利器的时候才能安心 城前虽然也觉得大师兄脑子有坑 可师父说他不应该太招摇的话 让城前觉得刺耳 一个人难道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顺了别人的意才行吗 难道因为那些蠢人们的羡慕嫉妒 就要围绕我本心收敛性情吗 凭什么 但这些想法是不便说给师父听的 城前直觉师父肯定不爱听 只是避重就轻地说道 我看别人都有呢 你练的剑和别人的不一样 真剑容易误伤自己 还是得等你再长大几岁吧 总觉得师父话里有话 船也定下了 招摇也招摇过了 牧春尘人也只好领着城前走了上去 这天天气不错 船行千里风平浪静 连平时隐隐绰绰不露真容的青龙岛都清晰了起来 水坑有点兴奋异常 大概是海水中的兴契刺激到了他 他没有片刻消停 在师父干瘪的肩膀上爬上爬下 把师父的头发抓成了一团鸟窝 同行者慎重从甲板上望去 旁边一条船上坐了一船不知哪门哪派的剑袖 正在那儿真刀真枪的比划 另一条船边上有几个欲剑而行的老头 大概是在为本门后背保驾护航的 途中可能是嫌船走得慢 一个肥罗位样的老头双臂一举 巨大的袍袖迎风而起 鼓起了两袖海风 海上风浪顿起 他们那艘船后面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 一阵风似的破浪而去 旁边几艘小舟几乎被他掀翻了 那群剑袖的船也险些翻了 一个长辈模样的中年男子跃重而出 手提一柄重剑站在了船头 将那剑往身侧一竖 不知运了个什么功法 将脸都憋红了 好歹没让半大不小的船当场翻了 而扶摇派虽然没人坐镇 却胜在船大 只是微微晃了晃 在巨浪中起伏了片刻 见了些海水而已 这样一来 城前发现周围几条狼狈的小船上的人 看他们的目光仿佛更不对了 城前抓着自己的木剑 面无表情地站在船舰上冷眼旁观 看来修行众人一定也不像扶摇山那么清净无为 也有仗势欺人的 而被欺负的不但不许恨那些始作俑者 反而要来疾恨不过一劫的 城前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 也不想看大能们腾云驾雾了 他胸中那颗又自金又自视甚高的心 又开始出来作祟 感觉和这些人齐周并进真不怎么样 因此他转身回到了船舱中 在一片风雨飘摇的摇晃里 雷打不动地找了个地方 拿起符咒和刻刀 开始做他超额的功课 恨不能第二天就把自己修成个大能 除此以外 他还从京楼里摸出了一本剑谱 叫做海巢剑法 与这次东海之行不谋而合 城前的扶摇木剑第二式已经练完了 刚刚开始学第三式 进度基本赶上了李云 他练得这样快 是因为他是所有弟子中 唯一一个因为练剑被木剑将手生生磨破了的 与扶摇木剑相比 其他的剑法都仿佛平铺 直续很多 远没有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就在他将大海巢剑练了几遍 开始有点领悟的时候 李云突然闯了进来 小钱 你躲在这儿干什么呀 快跟我上去 好像是大师兄说的那个大魔头来了 城前随着李云一路狂奔 跑到了甲板上 一冒头就险些被贤臭的兴器给熏个跟头 随即 他看见了天上的异装 方才还晴空万里的天空 此时已经乌云密布 鬼影床床的黑云 铺盏罗列到木利南极的地方 遮住了一点仅存的天光 海上所有船都停了 方才那些在天上大鹅子一样 招摇而过的前辈们 也纷纷落了下来 一个个脚踏实地地 踩在各自船的甲板上 满脸如临大敌 还有众多后辈不明 所以也跟着起哄驾秧子的 一起抬头看天 那瞠目结舌的样子 仿佛是在集体等着天降红雨 李云坐立不安 来回走动 同时饥不可闻地开口问城前 是那个人吗 他要干什么呀 城前顿时想起躺诊 回道 可能是趁着先世人多 打算抓几个修士的魂魄回去练 李云惊恐地扭头看着他 抓野跳那几个会在天上飞的 闻不到你 放心 城前一边说 一边环顾四周 师父去哪了 这时 远方传来一声凄厉的音笠 而后天地间开始回想起诡异的笑声 他们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各笑各的 混成了一段让人汗毛倒树的和声 那笑声先是低沉琐碎 而后声音逐渐提高 莫了 高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 形象地注视了 何为鬼哭狼嚎 李云亮呛着往后退了几步 双手捂住耳朵 这是什么呀 周遭一片混乱 城前胸口一闷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严征明 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熟悉的兰花香 呛了城前一脸 你们两个出来干什么 快进船舱去 城前找了一圈 也没看见牧春真人 心里终于有点慌了 拉住严征明的袖子问 大师兄 师父呢 不知道 我也在找 你别在外面碍事 快进去 严征明面沉似水 令人头皮发麻的笑声 很快响得盖过了他的话音 严征明眉头紧锁地闭上了嘴 李云不用说 他最会趋利避害 早已经从善如流地进了船舱 城前却没那么好摆布 严征明此时无暇与他讲道理 只好连推再嗓 用蛮力将他也塞进了船舱中 船舱里早已经点好了防风防晃的风灯 韩渊正坠坠不安地躲在里面 城前一看见他 心里就是一沉 他看见水坑正坐在韩渊怀里 他们坐的追踪符 被李云用彩虫缠了一根彩带 系在水坑腰间 可他们没想到 那符咒才刚上水坑的身 他就被师父丢下了 严征明最后进来 脸色难看至极 苍白地发了清 急喘了几口气后 他腾出一只手捂住了嘴 后背抵在门梁上 像是努力抑制干呕的欲望 缓了一会儿 严征明才到 我闻过这股味 石魂灯一点起来 就是这股臭味 噓 看天上 一直靠在窗口的李云低声道 城前抬眼望去 只见黑压压的天空上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许多 模模糊糊的人影 那些人个个衣衫褂褛 全然看不见长相 飘荡在空中 又成千上万人 将这东海弄得 好像奈何桥渡口一样 鬼影 怎么会有这么多 这个鬼道模糊 讲坊是有多厉害 黑云在空中翻滚 暗流在水中起伏 方才牛气冲天的 大小修仙门派们 见了此情此景 全都好似遭遇了 天敌的黄羊 让城前硬是 从他们的严阵以待中 看出了色力内忍的 僵持和恐惧 空中一声炸雷 咔啦一下 劈开了半个人间 一团浓墨重彩的黑气 如苍龙入海般 从空中划过 众人这才看清 原来有一人 早已经协作在了 黑云之上 那人身披灰袍 脸上戴着身患绝症的 憔悴灰败 眼皮低垂 活似个厉鬼 屁密着云下众生 城前瞥见 严征明捏着窗帘 大师兄的手背上 青筋都跳了出来 那魔羞炸一露灭 城前心里就跳出了无数的难以置信 大师兄的耳朵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 师父真的教过这人师兄吗 城前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 这人竟也是鸡飞狗跳的扶摇山出品 什么师父能叫出这样的两个徒弟来 前辈仙人们比城前想象中还要惜命 竟无人敢当那魔头冲天力气 不知四下暗自扯皮推诿多久 才有一人被推了出来 打破僵局 只见隔壁船上 一名白须老者跃众而出 用手中拐杖 轻轻地敲着甲板 迟疑了一下 用客客气气的语气说道 我等正要前往青龙岛 赴十年仙世之约 不知蒋道友与党在此处 是何用意呢 他客气地近乎谄媚 可惜那大魔头看起来不怎么买账 仙世十年一次大击 多少后辈才俊斩露头角 何等热闹 云上那劳病鬼似的讲棚开了口 他的声音轻而柔 字字粘连 听着却让人浑身发冷 总觉得他下一刻 便要口吐疗牙 我不过来凑个热闹 顺便看看有能栽培的好苗子 以朱军的资质 会必须要这样紧张 蒋鹏思思文文地笑道 这是城前第一次见到鬼羞 和墙上看见的寥寥术语 感受完全不同 他心里几乎是震撼的 这么一个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就算手段通天 活成个千年王八万年龟 又能长什么脸 谁会在乎他 谁会和他好 谁会拿他当回事 白须老人被不软不硬地刺了一下 脸皮微微抽动 愣是没憋出什么话来 双方几乎在风雨飘摇的海面上僵持住了 由于对方只有一个人 此时哪怕沉默也是相当尴尬的 城前不由自主地按住腰间木剑 心道 我要是有他们那样的剑 他们那样的本事 就省钱让他滚边去扰路 其实他现在就有这样的冲动 只不过城前冲动的同时也清楚 别说和大魔头打一架 他现在连大师兄仗着个子高 按在他肩膀上的那只手都挣不开 终于 船上各仙门中出了个敢开口的 只听一人怒而打破沉寂 邪魔外道 滚 只这一句话 便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城前猛一错身 从严征明手里挣脱了出去 胆大包天地将自己上半身都探了出去 趴在窗户上 想看清说话的人是谁 那是个女人 看起来二三十岁的模样 十分年轻 不过山中无日月 修行者随心 长得年轻也说明不了什么 他站在那种五文前度一人的小舟上 大概多少有些囊中羞涩 穿着一身半心不救的袍子 是个半男不女的道袍样式 袖口还有一圈小小的补丁 身后背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包裹并一把剑 连剑鞘上也秀极斑斑 这道姑精准地诠释了何为灰头土脸 更谈不上有什么颜色 承前耳朵很尖 听见了不远处那剑修弟子们的窃窃私语 那是谁啊 不要命了吗 那是木兰山的唐宛秋真人 什么 他就是 是那个唐宛秋 那个练疯子剑的 他怎么也在这 不过区区一个 哎呀 真是自不量力啊 承前耳间 敏锐地在一片噪声中 听见了木兰山三个字 太心疼了 和那个男鬼唐阵有什么关系 不容他细想 空中大群无悲无喜的鬼影 一同转向了唐宛秋 黑云翻涌起无尽的力气与恶意 船夫吓得将自己缩成了一团 只恨不能投海 蒋鹏扫了唐宛秋一眼 丝毫也没将他放在眼里 他突然作唇作上 一声歼鸣如刺 笔直地刺进了所有人耳朵里 承前只觉耳边一阵轰鸣 有那么一时片刻 他几乎怀疑自己聋了 紧接着 所有鬼影凝成了一团黑龙 扑向了破船上的蚂蚁道姑 船夫惨叫一声 终于忍无可忍 仓皇入水 尚未能成行 一只鬼影就抓住了他的脚踝 一口咬了上去 船夫险些被厉鬼咬成铁拐李 一道雪亮的剑光莫得袭来 将那鬼影来了个头颈分离 唐宛秋的剑看起来灰扑扑的 那里却极清极亮 近乎谎眼 只见这灰头土脸的女人 在破船头上站定 直剑而立 成千上万条鬼影 将她孤身一人地卷在其中 再雪亮的剑光 也只能在这厚重的黑雾中 实隐实现 刺耳的鬼哭鬼笑 混杂着海水的掏声 唐宛秋几乎是寝客间 就被隐没在了黑雾中 只偶尔露出一点狼狈的行踪 她独自在风口浪尖上 纵然是狼狈 也近乎是凛冽的狼狈 她好像不在乎其他人 为求自保作弊上官 脸上那过于突兀的棱角坚定极冷 她这个人似乎就已经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冷嘲热讽 城前看得眼睛眨也不眨 可她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唐宛秋见光上下翻飞 看似微风凛凛 实际穷途末路 而那魔修本尊 却始终闲适地翘着腿坐在云上 看热闹一样 鬼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如同源源不断地在空中集结汇聚 再源源不断地向唐宛秋扑过去 城前皱皱眉 隐约生出一种感觉 唐真人可能真的都不过那个魔修 哪有什么邪不胜正的道理 那个大魔头手段厉害就是厉害 他骨头再硬 也不过一句血肉之躯 突然一声巨响 唐宛秋将惊呼压抑在了嗓子里 只见他脚踩的船不堪重负 竟是裂成了两半 唐真人堪堪踩住了自己的剑 欲见而起 又很快被群鬼压了下去 一时间现象还生 有人惊呼却没人帮他 就在这时 一只羽剑骤然横空而出 在空中凝成了一道残影 将缠在唐真人身上的黑物 毫不留情地一剑洞穿 唯宇破空时 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尖力 群鬼未及惊慌已经退散 羽剑却去世不减 直冲云上的魔羞飞去 灵力如黎明时第一道刺穿黑暗的光 城前猛一扭头震惊地看见了他的师父 牧春真人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大船 正站在一艘破破烂烂的小船上 船夫与原先的乘客早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牧春真人身上湿漉漉的 衣服贴在身上 他微驮得被与骨架式的销售无法遁形 就像一只瑟缩着的吊毛老家禽 与他相比 连那穷困潦倒的唐满秋都好像体面多了 城前想也不想地推开李云跑出了船舱 扒在船弦上 他看见师父手里拿着一套普通的弓箭 大概是原来的乘客挂在船上的 而他指甲中还有木屑 似乎是临时在弓箭上刻了什么符咒 而那石破天惊的一箭 仿佛耗尽了他全身的力量一样 牧春真人 整个人都显得有几分颓然 他以长弓撑着自己 在摇摇欲坠的小船上勉强站立 简直像一片秋风中瑟瑟发抖的干瘪树叶 魔羞被那一箭逼得十分被动 他翻身从黑云中滚落而下 悬在半空 冷冷地盯着船上的牧春真人 牧春真人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却还是咽了下去 半晌 他方才轻轻地笑了一下 低声道 江鹏 韩慕春 魔羞脸上露出了一个说不出的笑容 你好 很好 韩慕春 剩下半人不轨的半个人 竟还敢踢出头 牧春真人 慢慢地挺直了他那好像已经勾搂了一万年的腰 不躲不避地对上大魔头的目光 片刻 他的山羊胡子一翘 似乎露出了一个有点悲琐又有点耶鱼的笑容 不惨 不惨 海涛掀起巨浪 只见那颜色暗沉的海水深处突然沸腾似的翻滚起来 片刻竟有水凝的巨龙脱水而出 暴虐的肠尾一扫 顿时便是一阵人阳马翻 慕春真人回头瞥了不远处眼巴巴看着他的城前一眼 似笑非笑地抽出腰间可笑的木剑 可是就在他打算以卵击石的时候 他的胳膊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 慕春真人脸色终于变了 而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道 你别动 我对付他 慕春真人还来不及反应 他的袍袖中自动滚出了一枚古旧的铜钱 那铜钱落地 上面浮起一层白烟 转瞬融入到水龙激起的丰沛的水汽中 悄然无息地往上升去 此时一片混乱 方才还在逗趣的慕春真人 呆若目击地望着巨大的水龙脸色几变 最后落到了一个异常的凝重上 那水龙本来张嘴要向一艘大船咬下 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僵在了空中 片刻后 他竟无端化成了一团水汽 猛地坠入水中 惊起大浪连绵 这变故谁也未曾料到 连蒋鹏也退后几步 谁 水气散尽 一团黑影不慌不忙地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 最后在方才水龙出没的地方成了个人形 仍是看不清面容 那人嘀嘀地笑了一声 好整以暇地开了口 何人在本座面前口出狂言 想要问鼎北明呢 此言一出 海上灯是一片鸦雀无声 对于扶摇派的师兄弟四人来说 这突然冒出来的黑影有点熟悉 虽然除了偷听了只言片语的严征明以外 其他人都没明白 上一回附在木牌上的那个人 怎么跑到了这里 但几个人都心知肚明 此人必定和门派关系密切 只不过上一次在妖谷中 这位天下第一魔头随和得很 虽然总是随口糊弄小孩 但被当面拆穿也不见生气 可见脾气不错 这一次他却仿佛完全换了个人 严征明在大船甲板上 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翻涌的暴虐的力气 海面动荡不安 那蒋鹏脸色鲜实没得一变 随即从云端纵身一跃直跳下来 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那艘 拉了一帮剑修的船上 说是迟那是快 只见方才还剑光凛凛 你来我往的剑修们 充分表现出了何为 使食物者为俊杰 他们下脚子似的自觉跳进了海里 弄得周围一镜水花乱剑 毫不壮观 海面上如山女欲来 风浪一时大作 严征明脚下一个踉枪 浅些没站稳 好在这船贵有贵的道理 船体周围刻满了大家的符咒 尚能有效地抵挡一阵 但等他艰难地站稳的时候 严征明心里一沉 严征明飞快地 对跟来的道童吩咐 我行李中有一个千里眼 拿过来给我 成前 你他娘的又要干什么 给我滚下来 原来严征明一个没主意 他那三世帝成前 竟然已经爬上了桅杆 正汗不畏死地四处张望 严征明挽起袖子 仗着腿长一步跨上去 一抬手勾住成前的腰 亲自将他拎了下来 成前正一心一意地 搜寻木春真人 还没搜寻出眉目 便骤然被人抓鸡子儿似的 双脚离地给兜了下来 立刻玩命地挣扎了起来 干什么 我还没问你干什么呢 严征明一手抱着成前 同时冲着成前的耳朵吼 我要找师父 我看你是要找死 严征明让成前气得上火 他瞥见了匆匆忙忙找出来的雪青 便忙冲雪青喊道 那年 叫什么来着 快过来 给我看好这小子 别让他 别让他后面的话 没来得及说出口 大船的船体 就又一次地去阵了起来 那不知名的北明军和蒋鹏 居然已经招呼也不打地 动起了手来 水龙再次出水长吟 纵然是扶摇派 绝无仅有的大船 也不由自主地往一边 轻了过去 严征明已经来不及 将成前交给雪青 在摔倒之前 他长臂一拢 将成前牢牢地护在了怀里 后背重重撞在一边的船舱上 整个船体上的符咒 发出了几乎疯狂的嗡嗡声 一个是能将躺枕那样的元神 也收进士魂灯的魔修大能 一个是万魔之宗的北明军 这两人翻将倒海的动起手来 搅得海上众生如随风竹浪的蝼蚁一般 而严征明在一阵焦头烂额里 终于忍不住 吼出了自己的感想 我早就说不应该出门 成前艰难地抬起头来控诉 你恰着我肋骨了 严征明手脚并用地爬了起来 回手将成前塞进船舱 那是因为你太矮了 我胳膊只够得找你的肋骨 大船上所有的防护符咒全开 在风雨飘摇中 仿佛成了一团岌岌可危 但又无比坚强的风灯 经过此意 恐怕师父再也无法纠正 严少爷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的理论了 极致此时 严征明方才喘过一口气来 这才有侠扫了一眼战局 凭他的眼力 当然是什么都看不清的 但他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自己从温老板那里 听来的直言片语 听他的意思 这北明君 应该是我派的某位前辈 这位前辈虽然深度磨道 心里却向着门派 上次甚至将自己一魂 震在了妖骨中 想起那一处 严征明忽然有点担心 三魂少一魂 那么面前的这个黑影 此时恐怕只是个 不完整的原神 鬼道又恰好是原神克星 那鬼道的魔修 看起来又那么不好惹 就算是北明君亲历 会不会吃亏 不过下一刻 他又觉得自己是 闲吃萝卜蛋操心 两个魔头打架 管他谁吃亏呢 严征明将自己表情 整肃一番 准备回头将城前训一顿 然而这一回头 严征明就震惊地发现 自己紧紧走了一刹那的神 城前居然已经不见了 同时没了的还有水坑 严征明当时一口气没上来 在肚子里嚼起了满腹的心惊胆战 他慌忙四下寻找 唯恐这两个小崽子被魔修的鬼影抓走 或者混乱里掉进水里 少爷 三师叔他们在那儿呢 严征明跌跌撞撞地跑过去 顺着那道童的手指一看 只见城前和水坑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跑到了师父的小破船上 师妹水坑后背上的翅膀还没来得及收起来 不用想也知道他们俩是怎么下去的 严征明想不通城前到底是怎样跟他沟通的 此刻两大魔头正在空中对峙 在这么肃杀的场合下 严征明实在不便扒在船边 冲人大喊大叫 只能狠狠地瞪着远处的城前 看见那小崽子在四面漏水的小舟上 淡然处置地对自己挥了挥手 严征明忍不住一阵胃疼 他发现自己这文静的尸地 总有一股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骄狂气 管你是天塌还是地县 他眼里就那么几个人 哪怕两个大魔头将天捅了个窟窿 他也不当回事地只顾着找师父 牧春真人被突然飞过来的两个徒弟 吓得五脏六腑都翻了个跟头 忙病者射出一道真气 将水坑和城前打了下来 抬手接住 他还没来得及发火 城前已经拉住了他的袖子 师父 你没事吧 牧春真人眼皮直跳 一方面很是手痒 恨不能将两个小崽子 一人揍一顿屁股 一方面被城前那一句话 问得心里又酸又软 愣是没舍得下手打 这时 空中传来一声尖笑 只见那蒋鹏身体近乎透明 胸口仿佛一团阴冷的火苗 如墨的黑气气敷翻涌到他脸上 连白眼人都看不见了 牧春真人一呆嘴里喃喃 以身为灯 他彻底疯了吗 接着 牧春真人脸色一变 猛地将手中木剑狠狠地插进了小舟甲板上 那木剑在他手中仿佛成了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器 毫不费力地伸入木板中 同时 两侧的海水盾起 整个形成了一圈水魔 将尸图三个包围在其中 下一刻 一声无法形容的惨叫咒起 连牧春真人撑起的水魔都难以阻隔 万鬼同哭般凄厉的怨气直冲九霄 天上乌云骤然凝结 隐约似有惊雷引现 天目如盖 遮天蔽日 而那北明君仿佛万丈灵霄一飞鸟 咬然浪去 便无踪般地不值一提 漫天鬼影愈加猖獗 那北明君就显得玉士担保 脚下碧海潮生 他好像已经成了天地间 最最桀骜不驯的那一根刺 城前望着那背影 瞬间有一句话扶至心灵 虽千万人无枉矣 可以炼化元神的大魔 与穷困潦倒的丑道姑 万丈的水龙与三尺无风木剑 九霄惊雷与北明君残魂影 唐婉秋雪亮的剑光 师父指尖残留的木屑 与一面之源的北明君孤绝的背影 一时间全都从城前眼前闪过 有什么东西从他隐隐疼痛 而尚未恢复的经脉中流入 周身顿时一阵剧痛 牧春真人吃了一惊 一把接住突然栽倒的城前 没料到他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次注定 也不知他这小弟子是胆大包天 还是将来注定要走一条险中其路 可是眼下情况却不怎么安全 年年仙事都在东海海岛 这一片海域仙山林立 本就是个魔性的地方 过于充分的灵气 会被城前一股脑的全吸进去 好比往小河沟里住一个大洋的海水 他那细弱的经脉 非得被冲垮了不可 水坑被吓得没了声音 呆呆地看着突然疼痛地 蜷缩起来的三师兄 空中 蒋鹏整个人已经看不见了 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视魂灯 众多鬼影如杨柳飘絮 顷刻间被那个不祥的火光卷了进去 连北明君身上的黑雾也几乎散尽 可还没等人看清他的真容 他突然之间逆流而上 直冲视魂灯冲了过去 在这如流营烛火似的一铺中 水坑突然被什么东西卷了起来 无风自动地飘了起来 牧春真人一边顾着城前 一边手忙脚乱地勾住了水坑的衣服 他这才看见 那小胖妞身上 多了一条不知什么时候穿上的腰带 他连腰都没有 要什么腰带 牧春真人伸手抓住了那花里胡哨的彩虫 一把将其拽了下来 牧春手腕一抖 从彩虫中抖出了一片木头符咒 正是城前指点着 严征明刻的那个追踪符 城前本是个初学者 符咒中大小禁忌与门道 还一窍不通 严征明又是个不折不扣的二把刀 这两人通力合作 还要不时激疗暴跳地炒上一架 怎么可能刻出正确的追踪符 牧春真人一眼扫过去 竟没能在第一时间 看出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似不像不要紧 最多浪费一块木条 可要命的是 这功效不明的符咒 此时竟仿佛被触动了 就在北冥军与试魂灯狭路相逢 极明亮与极暗淡的 在半空相撞的瞬间 那刻着不知名符咒的木条 骤然爆发出了一阵强光 自星火而起 势不可挡地迅速蔓延腾空直上 从第一道落下的惊雷撞在了一起 一时间千目其忙 人间白了一片 不知多久 白光方才散去 北冥军和蒋鹏都不见了踪影 木春真人和他的两个小弟子 也消失不见了 原地只留下了一堆 碎成了破布的彩虫 城前不知挨了多久 千刀万寡般的剧痛 就在他感觉自己 快要死了的时候 莫得周身一清 隐约间 他好像听见了哭声 那是小师妹吗 嘘 别吵 接着 他听见一个人低声哄道 水坑的哭声渐低 周遭一切 渐渐离城前而去 他先开始感觉不到自己的四肢 继而感觉不到自己 他好像沉入了某个不知名的地方 并与其真真切切地融为了一体 不知过了多久 城前才清醒过来 一时间感觉前所未有的身心舒畅 连日来的疲惫与暗伤 全都烟消云散 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可是再睁眼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那似乎是一个山谷 谷中有一棵大的不可思议的树 地面隆起的树根 足有房子那么高 树下靠着一具经年日久的尸谷 尸谷旁边是他的小师妹水坑 以及一个陌生男人 城前吃了一惊 一手将自己撑起来 你 前辈 你是谁 这人他认识 正是他在金楼第二层 看见过的那半张画像里的人 而此人脚下 还有一只身体细长的黄鼠狼 正静静地卧在地上 也不知是死是活 水坑也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他作为人的那一半 不认识面前的人 数一腰的那一半 又觉得他十分熟悉 那陌生人转向城前 微微一笑道 一闭眼再一睁眼 就连你师父 也不认得了吗 城前本来就腿麻 听了这陌生人熟悉的声音 当即一屁股又坐了回去 师父 我那腰长腿短的师父 怎么成了这样一副人魔狗样 师父两个字教了无数次 水坑是听得懂的 他吃惊地压了一声 歪了歪头 好像有了点眉目似的 呆头呆脑地 做出了一副思考的模样 留了一串亮晶晶的哈喇子 那长衣广秀的男人 健壮叹了口气 老妈子一样的 仔细擦了他的口水 絮絮叨叨地抱怨 来来来来来 哎呦 也就是你师父我不嫌你啊 小脏丫头 要是换了你大师兄 迟早得把泥锅炖了 这熟悉的调调 立刻让水坑找回了亲切感 他转眼望了师父 换脸前的模样 开开心心地嗷一声 用自己满是提累的脸 糊了男人干干净净的钱筋 成前心里此时 是一千个找不找北 感觉自己和做梦一样 只能从最耽误之极地问起 师父 这是什么地方 你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还敢问我 你们几个 磕了个什么东西啊 牧春真人 将那块已经断成 两截的小木条摸出来 丢到成前身上 没好气地说道 成前一眼认出了 他们仨半宿的成果 乐乐的 这 这是个追踪符 就你们这样的半调子 也敢煽动没见过的符咒 真是胆肥得能下酒了 你这追踪符中 错了不止一笔 变成了一个半成不成的追魂符 本来也没什么用 没想到被试魂灯 与万魔之宗的元神强行击发 眼下他寻着北明君的元神 追到了北明君的脉骨之地 城前的目光不由自主地 落在了那大树上的海骨之上 那骨头是北明君的 不对 北明君已经死了 城前心思急转 试探着问 师父 你是认识他的吗 托你们几个的福啊 我也是才认出来 木春真人露出了一个苦笑 从袖口摸出了另一枚铜钱 说道 当年温雅兄给了我三枚铜钱 如今只剩下这一枚了 他的指尖在袖继斑斑的铜钱的硬衬下 白得有些黄眼 城前发现自己 还是习惯他凉撇山羊湖的猥琐形象 这个好像从画像上走下来的男人 看起来让他有种难以靠近的距离感 仿佛下一刻就要回到画像中去似的 木春真人的指尖在铜钱上轻轻一弹 只听丁一声 一团雾气从铜钱上钻了出来 原地落成了一个与方才那位如出一辙的北明君 木春真人打量了对方片刻 竟抱着水坑缓缓地跪了下去 师父 城前被他这一嗓子叫得呆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该开口换生师祖什么的 一年多以前 当他第一次踏足扶摇山的时候 还有眼不识泰山地认为这是一个没爹没娘 但少许有点格调的家禽门派 可不是吗 民间那么多话本 游侠散仙之流姑且不提 但凡能称为门派的 哪个门派里不得有一帮三姑二大爷 整日里争强好胜 互相勾心斗角 一个掌门带着几个乳袖未干的毛孩子弟子 乡间少年掏鸟蛋打群架的组织恐怕都要比这个庞大 可就在这几天 城前发现门派不单有师伯还有个师祖 这一点也没让他感到有什么荣耀的 同是一门所出 对比着那翻江倒海如等闲的师伯 还有这八荒第一魔头的师祖 再看看自家师父活到赛神仙的雄样 难不成扶摇派的存在 就是在向世人阐释 何为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吗 再者 家秦门派与摩修大本营这俩称呼 哪个说出去比较好听 城前还真有点举棋不定 被一语道破身份 北明君微微叹了口气 随着他一身的黑雾渐渐散去 露出了下面掩藏许久的真容 他既没有先锋盗鼓 也没有青面獠牙 总体而言是个人样 他脸上的眼窝微线 给他平添了一点英俊 而除此以外 这位传说中的万魔之宗 居然就是个不怎么起眼的中年男子 两鬓微微戴了一点白发 中间加一张异常苍白的脸 还是个有点憔悴的中年男子 北明君双手拢在袖子里 站在自己孤苦伶仃的尸骨尽前 摆了摆手 起来吧小春 我活着的时候也没见你跪过 现在装什么样子呢 牧春真人从善如流地站了起来 将水坑放下 让他去找城前 颇为随意地开了口 上坟嘛 不比平常 跪一跪仙人 也是应该的 城前发现 梅大梅小和不尊师长 真是扶摇派的传统 我一直以为你身毁形灭 原神是投胎去了 还曾经一度将小钱错认成你 毕竟她那生辰八字都对得上 混账脾气也有你当年遗风 可没想到你居然 居然并未离世 反而负在了三枚铜钱上 牧春真人说到这里顿了顿 继而有几分心酸的感慨 唉 师父 你既然负身 为什么要负得这样穷算 哪怕找不到金元宝 好歹也找块银钉子不行吗 北明君在黑雾照身 游爆琵琶半遮面的时候 将万魔之宗的气度 发挥了个十成十 够得上叫人顶礼膜拜的规格 谁知此刻坦诚相见 此人却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看着牧春真人 带着牧春真人 平时看颜征明时那种 颇为愁苦的神色 若是那样 回事还能见着你吗 早被你花出去 解燃眉之极了 师父 我们派现已然是金飞昔比 早就不像当年那样 穷得叮当响了 知道 你出息大了 给自己败了个财神徒弟 北明君神色不动地挖苦 这两个阴阳两隔了经年的人 你来我往几句 相视片刻 突然在城前的莫名其妙中 同时笑出了声 城前抱着水坑 和双目凹陷的尸骨 大眼瞪小眼 完全没听明白 长辈们话中玄机 笑完 母春真人才问 你一魂散在群妖谷 一魂散于试魂灯 现在就只剩下 这最后一魂了吗 元神九流人间 又无物依托 就算是北明君 也得落个形神俱灭吧 死不死的 不打劫 师兄呢 死了吗 他当着数十艘大船 无数双眼睛的时候 只能直呼讲棚 此时私下里说话 却又叫回了师兄 想来在北明君面前 也不必有什么遮掩 北明君顿了顿 微微脸目 没有权让灰飞烟灭 我以一魂之力 撞碎了室魂灯中魂火 算是重创了的 不过你师兄这是一身四虎 将自己与室魂灯炼成了一体 魂魄也成了那鬼灯的惊魄 从此不再入轮回 也算不得人了 你可以当他死了 木春真人沉默了一会儿 又问 他认出你了吗 认得出又怎样 认不出又怎样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分别吗 北明君转向城前 颇为慈祥 孩子 我这可是第三次见你了 过来 城前往前走了几步 却并没有一言上前 他只是默不作声地 停在了木春真人手边 不冷不热地 对北明君行了个晚辈礼 由于不知道应该称呼什么 便也没有贸然开口 尽管师父和北明君 三言两语间 看起了很亲近 但城前直觉 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师父和师祖的关系 像看起来那样的融强 为什么这么多年 师父从来没有提过师祖一句 而且没有来给他收拾呢 北明君微微低下头 耐心地问 你在腥风血雨里 也敢窥然入定 是个胆大包天的小东西 当时可是悟到了什么 城前迟疑了一下 客客客气气地回答 受前辈与唐真人点话 弟子学到了列位前辈一点 无惧于天 无惧于地 无惧于人的气度 北明君听了 北明君听了 百感焦急地盯着城前打量了一会儿 好孩子 我扶摇派断绝的血脉 又蓄上了 城前听了这句话陡然一正 一瞬间 他想起了师父前后不一的面貌 想起方才那只似乎已经死了的黄鼠狼 想起轨道讲棚那句半人非人 种种前因后果飞快地串联 城前几乎转眼就明白了 这句饱含深意的话中的弦外之声 他猛地扭过头去 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那突然之间 变得貌美如花的师父 木春真人抬手放在他的头顶上 叹道 唉 你的心眼 要是能云给你私师弟一点就好了 不错 小钱 你猜得对 我扶摇派的血脉 早在十几年前就断了 我也是个死人 城前牙关咬得太紧 一时间竟是咯咯作响 说不出话来 木春真人却没有在意 依然侃侃道 当时的掌门 我师父 正在闭关的紧要关头 无暇他顾 大弟子蒋鹏在这个时候走火入魔 堕入轨道 我自不量力追踪而去 成了死于试魂灯的第一个怨魂 只是脱了他魔宫未成的福 得以剩下一缕原神逃脱 落入一只因雷结将死的小妖身上 也算是我扶摇派的掌门印传承下去了 北明君脸上似有悲异 你 这小妖躯壳也没什么 就是太馋了点 负在已死之身上 你就不怕原神力气 魂飞魄散再不能入轮回吗 木春真人微微一拢袖子 低头扫了一眼自己的脚尖 满不在乎的学着北明君的语气 不打极 师父 金龙里的花香是谁死的 木春真人文言愣了愣 怎么 没收拾干净吗 那可能是我干的 原神在试魂灯中受白鬼撕咬之苦 出来以后不免心怀怨气 再加上的小妖是个死物 刚开始不习惯 有那么一阵子 恐怕是神志不大清楚 他话说得轻描淡写 城前却觉得好像一口气梗在了胸中 他抱住木春真人的腰 用力将头埋在了他的怀里 这样温暖 怎么会只是玉璃园神呢 我刚落入一只黄鼠狼的身体 还不会用四条腿走路 连滚带爬地想去找我的掌门师父 结果 北明君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落成了一道孤苦的阴影 我看见了四圣围攻扶摇山 这才知道 我那师父原来竟是个不世出的大魔 四圣乃当时大能 全都落在扶摇山上 一路从扶摇山打到了这两百里开外的忘忧谷 惊动的天界将这山谷烧成了一片火海 死后三年都寸草不生 四圣一死三重伤 我估计如果不是他们正好挑他闭关的紧要关头动手 死在古书下的还不知道是谁 只不过我见识又不多 不知道师父你老人家 居然已经位列北明 失敬失敬 牧春真人的话故意说得挑挑拣拣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关键点他一个没提 比如蒋鹏为什么会走火入魔 为什么要害死师父 北明军又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 死圣是谁 为什么招来他们厮杀 他从头到尾都只说了经过 这些个前因后果只字未言 要是平时成前一定会追问到底 可是此时他却已经全然顾不上了 他的胸口仿佛被一团棉絮塞岩似了 堵得他一口气上不去下不来 恨不能私生大哭一场 牧春真人却温和但不容置疑地将他推开了 镜子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树叉 树叉在他手中渐渐变形成了一把木剑 他往旁边走了几步 来到一片空地上 你第二试学完了 今天为师将后面三试一起演示给你 要看仔细了 城前没事总缠着牧春真人要学剑 又每每都会被师父揣一袋子糖果打发走 而今师父终于要主动叫他见了 他心里却没有一点欢喜 他明白师父这是要离开他们了 城前正正地站了一会儿 眼泪突然冲了大滴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 秉析也忍不住 咬破嘴唇也止不住 城前从来没有这样哭过 哪怕是爹娘几钱银子就将他卖了 他也没掉过一滴眼泪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触碰到了 这样深邃而无解的切肤之痛 一时间无从承受无可发泄 将他时刻维系的面子掉了个干净 水坑小心翼翼地伸手拉了拉他的衣摆 见城前不理 也索性跟着大哭了起来 小子 你刚才不是还无惧天地人吗 怎么这会儿又开始哭鼻子 城前拼命地忍着悲声 可是他发现忍得住喜怒 却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眼泪 视线依然不断地模糊 又不断地清晰 他哽咽良久 牧春真人微微垂下木剑想哄他几句 无奈又想起城前不是含冤 轻易糊弄不过去 半晌 他才说道 天也命也 小钱 就算没有今天的机缘巧合 我也没有几年光景了 照样跟不了你们一辈子 牧春真人说到这里便闭了嘴 他知道自己无论怎么说 那孩子都会钻自己的牛角尖 于是干脆监口不严 他将木剑横于胸前 利利缩缩地摆了个起手势 这一回 他没有念那可笑的口诀 也没有故意放慢速度 第一是 蓬城万里 少年人意气风发 有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雄心万丈 第二是 上下求索 漫长而痛苦都含在目不斜视的刚硬剑招中 第三是 事与愿违 通天彻地也不过洪荒蝼蚁 固若金汤不过浪头沙屋 第四是 盛极而衰 三起三落 仍然逃不脱这条渊远流长的宿命 第五是 反仆归真 城前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师父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得到生天和死了 有区别吗 都是两处茫茫街不见 从来处来 往去处去罢了 城前第一次看完整套扶摇木剑 脸上的眼泪还没来得及干涸 牧春真人温声问 看明白了吗 城前咪咪嘴 固执地大声道 没有 胡扯 再明白 也没有了 牧春伸手在他脑门上谈了一下 随即他收敛了笑容 看着城前 小钱 门规还记得吗 关于清理门户的地方 是怎么说的 城前通红的眼睛扫了北明君一眼 没有回答 有罪无可恕者 须由同门亲自清理门户 此乃我派多有溺徒 却仍在仙家 占有一席之地的缘由 城前用力抹了一把眼泪 虽说大道昭昭 理应清静无为 可是修行中人 本不该有为初心 既然酿成大祸 天理昭昭 必有意见 他身上袍袖忽然无风自动 脸色白地发青 隐隐似有火光从眉间闪过 北明君面色坦然 我执掌门派八十年 确实愧对列祖列宗 也愧对你们十兄弟 因此 以形神俱灭发下毒誓 以我三魂 替门派挡三次大灾 小春 你大可以不用亲自动手 牧春真人听了 既没有面露感激 也没有生出什么感慨 只是平平静静地回答 师父 若让你寿终正寝 那死在你手下的怨魂的公道 又该如何呢 他的话音平稳 是一贯的温和有礼 城前却觉得 这是他听过的 最让人心里发冷的话了 牧春真人仿佛 以一己之力 将所有的一己悲欢 都浸泡在冰冷的水下 隔着水 既不再欢心 也不再痛苦 空中有一排 极复杂的符咒书的闪过 继而发出金光 豁然就是李云嘴里 神乎其神的暗抚 北明君不躲不闪 竟立于原地 眯起眼睛 望着那转瞬即逝 融入天地的符咒 一魂封魂 能封得住北明君一魂 我这辈子 也算值了 城前睁大了眼睛 下一刻 他被一股大力推开 亮腔着跌倒在地上 眼前一黑 几乎是昏迷了片刻 再睁眼 北明君已经不见了 城前看见一缕细细的黑雾 被金光缠着 压到了木春真人 手上的旧铜钱上 木春真人除了拿着铜钱的手 周身已经透明了 他跪下来 将铜钱埋在了古树下 那尸骨旁边 继而笑眯眯地 冲城前招招手 那黄鼠狼身上 有一枚小印 你将它取下来 城前好像打定主意 要与他对质感 一动不动 木春真人笑意渐渐消失 似乎想要抬手摸摸他的头 却发现 自己的手 穿过了城前的头顶 那是扶药派掌门业 回去将它交给你大师兄 以后让他照顾你们 至于剑法 小钱 你该好好练练第二事了 莫了 他深深地看了城前一眼 嘴唇先动 鸡不可闻 师父走了 说完 他整个人就在原地消散了 犹如一把碎光 一头撞进了土里 再不见了踪影 传言 上古有大春树 以八千岁为春 以八千岁为秋 因以春陵无尽 驻高堂慈父之圣寿绵长 可惜人终究不是草木 牧春尊人将那枚铜钱 埋进了土里 仿佛是亲手将城前 送入了一个新的开端 每一代人的上下求索 都是从亲手将父辈埋进土里那一刻 开始的 同如一辈子收过两个徒弟 一个蒋鹏 一个寒木春 蒋鹏是代艺从事 本不是他门下弟子 受一位先世老友所托 代为照看 蒋鹏不愿意丢开自己本来的师父 便只在他的门下做挂名弟子 一年倒有半年多在外游历 他资质平平 为人略嫌老实木讷 没有什么害人的心思 也不大会防人 对同如尊敬有余 并不十分亲近 同这位挂名师兄相比 正牌徒弟韩木春 就浓墨重彩太多了 同如有时候会想 如果韩木春这辈子 命数平和一些 少年时代少些坎坷 没有机缘巧合地败在他门下 说不定能在凡间出将入相 至少也能成为一代红儒 这想法纵然有同如 高看自己宝贝徒弟一眼的缘故 却也并非无中生有 韩木春虚岁十二时 当年秋为贵榜提名 中了戒园 也算是轰动一时 上帝盛听 次年本应入京会士 恰逢其父病重不治 他母亲难缠早逝 自小同父亲相依为命 亲情赌后便也无心再考 带着几个家人奔三回家 途中好死不死 遇上了流寇作乱 家人都死于贼人刀口下 韩木春命悬一现的时候 正好被采药路过的铜儒救下 老百姓们过去有种说法 说有一种人太过聪明伶俐 是人精 人间留不住 必然早早从哪来回哪去 韩木春可能生来就是个夭折的命 被铜儒顺手救下 好像只是走了个小小的岔路 百年后依然回到他自己 拨命的正轨 韩木春十三四岁的时候 被他带回扶摇山 拜入铜儒门下以后 自此见识了修士与凡人的不同 便绝了功名之心 一个孩子 多年寒窗苦毒 说气就气 连铜儒也忍不住问过他 小春 你多年寒窗苦毒 一招放弃 知道吗 韩木春把不知堂外的花 养得榜大腰圆 一边挽着酷腿浇水 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 修士与凡人只能选当一个 哪能两边都站着 有何不可 凡人和修士们天差地别 若神通广大的修士们 都掺和到凡间势力 凡人岂不如蝼蚁 人间岂不要大乱 凡人乱了 对修士们有什么好处 修士们一个个不适生产 哪怕壁谷欲雾 总还得穿衣服吧 总还要偶尔奢明享受一下吧 炼器总得要各种材料吧 若是能买到 谁会自己天南海北的去找 要是修士也同凡人一样 那么大家肯定要分出三教九流来 肯定有争端 造那个杀孽 大家伙一起走火入魔吗 铜儒从不知他暗地里 还替天下操这个心 简直有些不认识他这个 吊儿郎当的徒弟了 韩木春哼着小曲儿嘀咕道 所以嘛 掺和在一起 对谁都没好处 都说大能会飞升 我看九层金楼里 也没记载谁飞了 师傅 你说飞升 会不会就是一根萝卜呀 是 是什么 萝卜嘛 挂在驴鼻子前 修士们都是跟着萝卜跑的那头驴 有飞升这根萝卜吊着 修士们都只好一门心思地追 也就没空祸害人间了 胡说八道 就知道胡乱编白 我让你修的功法 你研习得怎么样了 童儒听他越说越离谱 终于出手在他脑袋上拍了一张 韩木春得意洋洋的 一甩胳膊上的泥点子 倒背如流 童儒被他气得火冒三丈 就是倒背如虹 你不用功修炼他管个屁哦 混账东西 韩木春聪明绝顶 只是懒 他用功好比磨刀 每次堪堪卡在童儒 能勉强放过他的那条线上 多一分力气也断然不肯用 单是拿捏揣夺上意的这个度 就不知要费多大心思 可他似乎宁可费心思 也不肯费力 把本以为自己得英才而交的童儒 愁得要死 但蒋鹏常年不在 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 同如从半大少年一直看着他长成一副枝蓝玉树的模样 也不忍心太过苛责 有时逮着闲时便不由地念叨他几句 小春 我们修道之人如溺水行舟 终身被大盗引着 被兽数追着 不敢懈怠清闲丝毫 人的资质的确分三六九等 你的天资也确实有可撑道之处 但是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长了 你就明白 运气与新性 岂是远比资质重要 师父 喝茶 韩木春乖巧地欺茶缝上 面上依然是一片嬉皮笑脸 同如一番苦口婆心被他荡成了耳边风 也没接茶杯 匹手将旁边一本贤书拎过来 罩着他的脑门抽了一下 巨人老爷 什么圣贤书把你交成了这副德行 他并不真答 韩木春也并不真读 只是微微缩了缩脖子 读书也不是我想读的 我其实一直就想当个普通花匠 只是我爹身体一直不好 总说恐怕看不到我长大成才 我才想着早点考个功名 让他放心 现在我爹也没了 我就师父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韩木春说到这里 垂下眼看着茶杯里微微晃动的水面 面目在水面上模糊不清 同如被亲人两个字说得心里一颤 韩木春双眼一弯 我当然就好好孝顺师父了 等 他本想说 等你老了我来照顾你 后来想起来 师父似乎是不会老的 于是临时改口道 等春天一来 你看这扶摇山上 开满叉子烟红 心情一好 修行都能事半功倍呢 臭小子 说了半天还是想当花家 同如放不下脸 心又软 无言以对 只好翻了个白眼 这一年春来 扶摇山上果然分外热闹 山花烂漫 凤蝶成群 腰骨中百鸟惊叉 景象来看 韩木春一长一短地挽着裤腿 远远地坐在一个 飘在空中的花锄上 兴高采烈地 冲童如挥着手 师父 看我给你种了一山的花 童如一直觉得 自己仿佛命犯孤星 多年来不是在修炼 就是在跟道友切磋 还从没有人 带他这样亲近的肆无忌惮 他一见那面带讨好的人 当场就原谅了败家徒弟 前几天将他的符咒 偷出去卖了 换酒喝的小事 相依为命 便不凄凉 牧春将至 花将败 童如舍不得 想使个法术将他们保下来 却被韩木春拦下了 败就败了 明年还在开呢 春花秋时 绿阴白雪 轮换更迭都是常事 各有各的好处 别为了一个 耽误另一个 大能们飞天遁地 免不了矜持暗生 自觉万物为我独尊 童如听了这番论调 又感触又自嘲地想到 也是 尊得那么独干什么呢 时间长了不无聊吗 没有好处的是 人之所以会期待明年 正是因为有枯荣盛衰 败了的花被韩木春收起来 加了蜜 酿了几十坛百花酒 挨个埋在树下 为这 韩木春耽搁了七八天符咒功课 叫同如罚了个底朝天 而后一寄过去 树下便成了一道人间美味 配上后山小河里的肥螃蟹 正好比家偶天成 每个人都想多活几年 可如果活着是受罪 亲友全无 整个代旦 不得片刻安宁 那么又有什么趣味呢 这道理 同如以前从未想过 他有印象以来 就一直在扶摇山上 没日没夜的修行 没滋没味惯了 成日里如喝白水 也不知道什么是甜 什么是苦 直到有了韩木春 几百年匆匆如浮光掠影 只得这一点滋味 尝得他神魂颠倒 甜是百花酒的甜 苦是他三魂附在铜钱中 看扶摇山野草七七 再无人种花时的苦 同如看着他的小春 栖身在一只黄鼠狼的身体里 每逢深夜 便在风灯凌乱的不知堂里 长久地静坐 细细地眼睛半闭着 好像在参一道别人不懂得铲 又好像沉浸在掌门印 经年的记忆里 同如不知道自己 在掌门印中 有没有留下什么 也不知道韩木春 看见了没有 更无从探知 他若是知道 该做何感想 仿佛田只有一瞬 苦却苦了很多年 再相见 是在生人不可及的忘忧谷 韩木春以自己苟延残喘的元神 将他残存的一魂困在忘忧谷 其实只是化地为牢 纵然元神消散 只剩下残魂 同如也是问顶过北明的人 真要挣脱 韩木春那对于他来说 始终稀松平常的修为 不见得能管什么用 不过纵然千刀万剐 同如也十分甘之如頤 他有些诚惶诚恐地 接受了自己受刑于天地 魂飞魄散的下场 因为和某人同生共死 简直是求而不得 只是再没有百花酒了 同如以前总觉得这宝贝徒弟为人太过温和 有点随波逐流 后来才知道 烦人也好 修饰也好 一辈子只要有那么几件事 久死不悔就够了 其余戏之末节就随他去了 这么多年 你在掌门印中都看见了什么 这句话同如始终也没有问 直到魂归天地的一刻 那一刻 韩木春忽然亲密过头地拉住了他的手 看他的眼神里好像有一片浩渺的星河 直到相思了无异 为防惆怅是轻狂 想必 说能死而无憾 就算是飞升了吧 天光渐刺透过云影 山谷中长烟荡然一空 城前在原地跪了不知道有多久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爬起来 起来又应该去哪儿 他脑子里一会儿是大雨夜里 师父为他遮雨的情景 一会儿是扶摇山上 师父摇头晃脑念经的情景 一会儿满脑子的扶摇木剑 自顾自地联系在一起 不管他想不想看 都在那里来回掩饰 最后都落在一片茫茫苍苍的世道上 茫然失忽地措手不及 城前就像一只 刚刚提心吊胆是非的一圈的雏鸟 满心欢喜地想要回来讨个称赞 却发现自己的窝已经没了 而从今往后 他就算能通天彻地翻云覆雨 也再讨不到他想要的那份 欣慰的称赞了 城前不想承认自己害怕 他认为自己只是孤独 这时城前才发现 他太需要一个仇人了 只要有了那么一个仇人 他就能在未来十年 二十年乃至一生的时间 都为自己树立一个清晰而强大的方向 他可以从仇恨中汲取无边的力量 靠着这种力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可是没有 师父似乎已经看透了他 料到他在最无助的时候 会本能地选择什么 因此防备得滴水不漏 牧春真人与蒋鹏 与那不知名的北明君师祖 与什么四圣五圣的恩怨 他没有透露一个字 所有的故事都被他塞进一个铜钱 埋进了土里 连一点可供仇恨生长的渣 都没有给城前留下 用心良苦地 逼着他丢掉所有的拐棍 哭完自己爬起来 同时 牧春真人还给他留下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尾巴 好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水坑 以水坑目前的治理 还不大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 他饿得前心贴后心 先是到处寻找师父 找不到 只有一个师兄 师兄还不肯理他 就算他天生疲势 没什么小性子 到了这一刻 也终于不堪忍受了 水坑发现自己哭了一会儿 也没人管 便只好自力更生 泪流满面地 抱起师父变出来的木剑 啃了起来 等城前回过神来 想起他的时候 他已经利用仅有的五颗乳牙 将木剑一侧 啃出了好几个坑 天妖一口乳牙 也生得这样刚烈 果然不同凡响 城前连忙 撑着酸麻的膝盖 亮呛了一下 方才爬起来 摆开水坑的嘴 痛出来 水坑冲他 吐了两片木屑 然后他被师兄 拎到一条河边 给按着脑袋 强行竖了口 水坑有生以来 第一次直面 三师兄 无理取闹的一面 顿时不干了 城前瞪了他一眼 不许哭 水坑尖叫着抗议 城前铁石心肠地任他叫唤 眼皮也没线 水坑默默地在旁边抹了一会儿眼泪 很快就发现 哭也是白哭 师父不知去哪儿了 这里只有他和三师兄两个人 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 于是他也很想得开 止住了抽烟 老老实实地安静了下来 期待着师兄能良心发现 给他找点食吃 哪怕捉条肉虫子也可以啊 城前将被水坑 啃掉了一个边的木剑 抢救了下来 在水里洗刷干净 他没心情哄小孩 将他放在河边 严肃地警告 在这坐着 别乱动 说完 他挽起裤腿下了水 笨手笨脚地试着抓鱼 水坑别的优点没有 唯有实时物一条 可堪称道 立刻从他的行动中判断 自己这顿饭有着落了 于是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地 在河边等着 好像一条训练有素的小狗 但是鱼不是那么好抓的 城前在家时 就没干过上房接瓦 下水摸鱼的事 到了门派里更是不可能 对于这些事毫无心得 那些满身鳞片的东西 几次三番地从他手里溜过 偶尔还有故意用力摆尾的 坚硬的鳞片几次划破了他的手 天色渐黑 水坑等不下去了 他终于又渴又饿地 蜷缩在岸边睡了过去 一根手指还不由自主地 含在嘴里 城前赤脚蹚在冰冷的河水里 看了他一眼 一无所获地直起弯的酸疼的腰 低下头舔了舔手上的伤口 师父还说我有一天能腾天前缘 可现在我连一条鱼都找不到 他不知道这忘忧谷中哪些植物有毒 不敢贸然去摘那些果子和树叶 也不敢贸然去挑衅飞禽走兽 因为手无寸铁 谁是谁的家餐还不一定 他一天到晚谁都看不上 总感觉自己是未来的绝世大能 却连一点吃的东西都弄不来 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 周遭静得让人有点心慌 远处山林中渐渐传来野兽咆哮 城前侧耳听了片刻 墨的一皱霉 三步并两步地上了岸 将睡得迷迷糊糊的水坑抱起来 同时捏紧了手中木箭 盘算着该找个什么地方安全过夜 只是眨眼的功夫 那些好像还远的野兽咆哮声就近了 此起彼伏于周遭 好像一片四面楚歌 让城前的神经紧绷了起来 城前不敢再迟疑 提着水坑往河水上游的方向跑去 可惜天不遂人怨 就在这时 密林中突然窜出了一条黑影 笔直地落到了他面前挡住去路 粗重的喘息声在黑暗里越发清晰 绿油油的眼睛 显恶地盯着这两个细皮嫩肉的孩子 城前猛地杀住脚步 后退半步 横溅胸前 而后四下传来吸缩动静 眨眼之间 好几条大狼从各处窜了出来 将城前和水坑 结结实实地围在了中间 这些狼每一条都有小马鞠那样大 盯着他们两人的眼神 全都是直勾勾的 獠牙森然 水坑一声也不敢坑地 全作在城前怀里 此时 他那相传承袭自腰后的一半血统 对狼群没有半点威慑力 想必 他就算是什么上古神兽 此刻 也不过是个没断奶的小崽子而已 这些牙尖嘴利的大畜生 根本不怕他 城前在群栏环四间 面无表情地提着木剑 他知道 自己不能在这些畜生面前 露出分毫的惬意 一时片刻的松动 也足够被大狼们将他和小师妹撕成烂布条 城前手腕微微一抖 摆出扶摇木剑的起手势 同时低声对怀里的水坑说 你在吃吧呢 我们飞走 水坑听了这句话 小脸都憋哄了 但也不知道 是他饿得没力气 还是被大狼吓得一时掉了链子 只听啪一声 他背后只长出了一对巴掌大的细弱翅膀 煽动起来 约马就能当个不好使的扇子用 不 果然 那头狼一见水坑的翅膀 就立刻洞察了他无力的伪装和目的 他突然俯身 嘀嘀地咆哮了一声 好像一声令下 城前在他俯身的一刹那 手臂上的肌肉已经绷紧到了极致 接着 他听见身后刮来一阵兴风 城前想也不想的一悬身 将旁城万里第三招 变招纵向递出 破破烂烂的木剑 莫得划出了一道灵力的弧 精确地避开了那畜生爪牙 狠狠地捅在了大狼下巴上 他的剑法 确实是下过苦功的 起码就他练过的两世来说 比他不求甚解的大师兄强多了 头狼眼睛里闪过一丝脚霞 再次下了命令 两侧两头大狼 立刻分别从两面冒了出来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 堵住了他的退路 城前本来被委屈 伤痛和自暴自弃 折磨了个半死不活 此时直面那大狼贪婪的目光 他满腔怒火 终于被一股脑地逼了出来 冲动之下 城前硬碰硬地赢了上去 而这一番冲动 却误打误撞地 正和他方才百事无据的心得 心法与剑法相得一张 破破烂烂的木剑 硬是击起了一树锋芒 鹏城万里昭世未老 他剑柄陡然离手 莫得转成了他一直练着玩的海巢剑 以手肘抵着剑锋 不闪不避地撞入一头大狼的嘴里 锐不可当的剑锋与獠牙悍然相撞 城前的袖子顿时碎成两截 从手腕到手肘处 刮了一条半寸深的伤口 那狼嘶声惨叫 城前那不怎么结实的木剑 也就此断了 而第二条大狼此时爪牙已至 正抓向水坑的头颈 城前迅雷不及掩耳地 将抱着水坑的手换了一只 不顾剑已断 剩下半截也横扫上大狼的鼻尖 狼鼻尖遭到重创 两面倒去 同时也将城前撞地往后 划了三四尺 城前伤臂的血水 立刻糊了水坑一身 血腥味刺激的小女孩 脸色惨白 她全身颤抖 好像害怕到了极致 城前还没来得及安慰 便觉手中的女孩一众 下一刻 她人已经被提到了半空 水坑在这个结果眼上 展开了她那 十灵十不灵的大翅膀 迎风举翼的天妖连缓冲也没有 直上直下地往天上扑去 鼓起的风将那头狼掀了个跟头 头狼显然没料到还有这一处 当即恼怒地咆哮一声纵身跃起 想去抓城前的小腿 可惜已经够不着了 头狼颓然落地 愤愤地在原地转了几圈 心中杀意未散的城前 居高临下地借着月色 对上了头狼的眼睛 那头狼一正之下 竟僵在了原地 片刻 她微微收回前腿 似有色缩之意 呜呜地夹起了尾巴 水坑带着城前并没有飞太远 她毕竟年纪小 刚过山谷就脱了力 两人一起灰头土脸地 摔在了山坡上 城前咬着牙 拄着半截木剑爬起来 又从衣服上撕了一块木条 草草地堵住了流血不止的胳膊 以免招来更多的野兽 她要生活 要找吃的 要选个能过夜的地方 还要随时警戒周围的环境 此时 她手上伤口锐痛 沾了一身漆冷的露水 身边还带着一个 不能自理的小师妹 走在危机重重的 忘忧谷里 城前发现 自己没有时间 去琢磨师父和那些魔修们的爱恨情仇 也没空孤独迷茫了 耽误之急 她必须从这片不知有什么的山谷里走出去 把掌门印和小师妹一起送回门派里 东海之滨 海上那场风波过后 青龙岛的人才终于姗姗来迟 由于师父从没给徒弟们 说过青龙岛上的人是个什么组织 也从未给弟子们介绍过谁是什么大能 严征明根本没有见李或者巴结的想法 风浪没有平息 他已经命道童们 将大船上载的小舟全都放了出去 下海捞人 李云和韩渊全都聚集在船舱里 一起动手将城前行李里那堆不离身的书全都给翻了出来 严征明一边驴拉末似的焦躁的在原地转圈 一边指手画脚 找关于符咒的 不用翻那一楼 那边的他还没有拆捆呢 不一定看过 哎呀快点 别催别催 我好像看见了 李云举起一只手 大师兄 你看是不是这个 严征明立刻将自己手里的书扔在了一边 凑上来一把抢过去 对照着书上关于追踪符的说明仔细看了一遍 什么玩意儿 是这本吗 哎 上面说了什么 上面 这是 门外突然有一个道童气喘吁吁地闯进来打断他 少爷 有一位真人找你 吵什么 人都丢了 忙着呢 严征明头也不抬得一摆手 然后对李云和韩渊念出了书上的注释 这上面说是刻符咒的人和那追踪符咒之间有感应 那东西我亲手刻的 刻完就跟放了个屁似的 感应什么呀 李云听了这话 脸色一变 师兄 别吞吞吐吐的 要说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当时那个追踪符可能是不成功的 严征明愣住了 好一会儿才呢呢的到 但是小童钱 他懊恼的在自己额头上锅了一掌 哎呀 多怪成钱 天天端着个虽然不险山不漏水 但是我很靠谱的臭架子 弄得我当时居然想也没想 就相信了一个刚入门的小崽子 成钱那回那要是真靠谱 现在能不知所踪吗 这时 又有一个道童跑了进来 手里拎着一条破破烂烂的缎带 大惊失色 少爷 他们捞上了这个 李云瞳孔一缩 一把抢过来 这是我在小师妹腰上绑的 中间的追踪符不见了 几个少年在船舱中不知所措的大眼瞪小眼 忽然 一个女人粗声粗气地插嘴道 追踪符 什么追踪符 李云一回头 看见了那落汤鸡一样的唐满秋真人 不知什么时候到了他们船上 正打量那根断带 他来干什么 李云有点愕然 只晚被李招呼 唐真人 颜征明狠狠地弯了一眼 第一次通报后被赶出去的道童 两步越过李云 堂而皇之地将黑锅扣给了自家道童 前辈来了怎么不通传 要你们干嘛用呢 唐满秋白白手似乎不怎么在意 他将那绸缎布条从李云手中抽了出来 沉思了片刻 这不是令师的东西吧 这个节骨眼上 颜征明哪有什么耐心和他闲聊 可唐满秋大小也算是个前辈 不得不应付 他只好压下眉间焦躁 这是我们小师妹的 她年纪还小 我们出门在外怕她走丢 挂在她身上以防万一的 真人见谅 家事眼下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要不您先进来喝杯茶 后面那一句她没管住自己的嘴 说出来感觉和逐客令差不多 好在唐满秋本人心思也并不细腻 好像一根直来直去的女棒锤 压根没听出她的失礼 我看你们还是别找了 就凭你们几个刻出来的符咒 早就被那两个大魔头炸成碎末了 哪壶不该提哪壶 这女人是特意跑来给我们添堵的吗 以貌取人有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个连自己形象都不顾忌的人 特别还是个女人 除了有隐情的 否则多半都是唐真人这种特立独行 从不看别人脸色的 颜争明看着唐满秋那张 下巴比脑门还宽的四方脸 心里涌起十足的烦闷 盘算起如何将她尽快打发走 她还没琢磨好如何开口 那唐满秋却好似比她还要不耐烦 连句客套和安慰也没有 直入主题 青龙岛岛主命我来请你们上岛 跟我走吧 李云是知道自家师兄那狗脾气的 唯恐她出言不逊得罪了唐真人 忙上前一步低声提醒 师兄 然而出乎她意料 颜争明既没有当场跳脚也没有勃然作色 她垂着眼皮撕亮了片刻 问道 岛主为何屈尊要见我们这些后辈 难道是认识家师 唐满秋浓眉一条 每一根眉毛都仿佛在说废话 不然呢 颜争明心里狂跳 忙道 可是家师方才不知所踪 能否请导主帮忙 已经在找了 走吧 青龙岛 青龙岛是个标准的海外仙山 清静避逝 往来的都是修士 有额观博带的 有道袍缥缈的 一年四季花团锦簇 从海上看 岛上还有一层轻薄的雾崖 时常萦绕 像个飘在水面上的大桃源 青龙岛岛主位列四生之一 常年闭关 不怎么露面 好像也不怎么管事 但他却特意出来见了颜争明 并且态度十分和颜悦色 就像面对的是自家晚辈 许是知道他心烦意乱 岛主并没有拉着他多说话 安排他们一行住下之后 岛主大方地表示 青龙岛上一切资源 都能供他们使用 直到找着失踪的牧春真人 和两个生死不明的师弟师妹 对此修士们 当然不能像乡村野夫一样 明目张胆地搅舌根 他们搅得温文尔雅 并且暗潮汹涌 想想确实也是这么个道理 无数人巴结都巴结不到的青龙岛岛主 十年一次的先世 他都懒得露面 这些来历不明的小崽子 何德何能受到他老人家青睐呢 何况这些小崽子们 修为低微就不说了 只知道张扬百阔 到了青龙岛竟还不肯收敛 实在让人看不上 这些暗潮汹涌 严征明都不知道 他实在没空去关心 岛主要了城前于水坑的生辰八字 派了无数修士前去搜寻 足足三天 没有一点消息 严征明都不知道 这三天是怎么过来的 直到第四天清晨 小月儿轻手轻脚地推开门 手里提着那一套 皇帝女儿见了都要扎舌的梳头工具 准备江湘点着 叫他家少爷起床 结果一探头 才发现少爷已经不在屋里了 小月儿吓了一跳 以为自己起晚了 做好了挨一顿脸色的准备 他戚戚爱爱地走进去 却发现道童已经整理好了床铺 而屋主人不知所踪 少爷呢 听说是有了掌门他们的消息 昨天后半夜起来 连夜就走了 小月儿呆了呆 颜家除了宠出了 颜征明这个败家子以外 门风其实还算正 不苛待下人 他是颜家的家生子 又是个小姑娘 几乎是被当成半个小姐养大的 平日里在扶摇山上 只负责给少爷梳头 其他什么的都不用管 就连海上两个魔头大战的时候 他也稳稳当当地待在船舱里 没见上一点海水 外面风吹浪打 从来也吹打不到他的头上 这还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周围的人心惶惶 小月儿抱着怀里的檀木匣子迷茫地问 那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道童回头看了这不安适适的小姑娘一眼 不由自主地放柔了声音 没说还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呢 我跟你说别告诉别人 昨天晚上我听到咱们家少爷和二师叔说话 听的意思要是有个万一 我们恐怕一时半会回不了扶摇山 要真是那样您可得记着 这岛上都是真人 不论脾型好坏 都是能呼风坏雨的能人 捏死咱们就像捏死蚂蚁一样 你们几个姑娘千万不要乱跑 也不要随便得罪人家 听到没有 岛主似乎与扶摇派渊源颇深 其实已经想到失踪的牧春真人 他们也许会在忘忧谷附近出没 因此早派了人在那等着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 这些修士们全都没赶进山谷搜索 足足等了三天才等出了城前和水坑 城前当时的模样可谓是要多凄惨有多凄惨 连守株带兔的修士们都没想到牧春真人竟然不在 他一个大孩子领着一个小孩子自己走出来的 山谷中野兽小妖随处可见 这样都能活着出来 指不定是托了谁的在天之灵呢 只是他们想象中这应该会饱受惊吓的少年 并没有预料中的那么豪达交道 傍晚 城前接过一个女修士从附近村民那儿要来的一碗菜粥 到了谢自己先尝了一口 这才将水坑带到一边 挖了一勺放在她的嘴边 水坑跟着她着实受了几天罪 成了个小恶鬼 立刻张大嘴要吃 城前却磨得将手一缩让她咬了个空 水坑一脸渲染欲气 可怜巴巴地看着她 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记得我就给你吃 水坑连忙点头 同时十分没节操地合上两只小胖手 点头哈腰地做作一状 这才得到了她这些天以来的第一口粮食 乍一看 此情此景仿佛是淘气的小师兄欺负师妹 拿她逗着玩 非要作一才给吃的 其实作一那部分完全是水坑饭桶本能作祟 自行发挥的 一遇上这群陌生人 城前就第一时间嘱咐好了水坑 从现在开始不许在任何人面前露出翅膀 否则就不给你饭吃 知道了吗 旁边的女修大概觉得这小姑娘白白胖胖颇为逗趣 便在一边闲聊似的问 贵派怎么收了一个这么小的弟子啊 城前面不改色地冲她笑了一下 是有一回我一个师弟探玩 偷跑下山 赶进路上捡到的 这几年年景可能不太好 想必是山下村里谁家养不起 师弟瞧她怪可怜的就给捡回来了 前辈您想 我们修行中人十年二十年如弹指一挥 却足够她从牙牙学语长成个大姑娘了呢 年纪小一点不妨碍什么的 很快就长大了 女修忍不住逗她 你自己都还没过完一个弹指一挥呢 说话像个大人一样 要我说啊 你还是先跟我们回去疗伤吧 你师兄们就算昼夜兼程地坐飞骑过来 也少不得要一两天呢 成前一边把水坑嘴角露出来的粥擦干净 一边回答 我一个人是没什么 但总不好带着小师妹给各位前辈添麻烦吧 还是等一等师兄们吧 现在师父不在 我要听师兄的 我也没有什么主意 不敢一个人擅作主张 完全没看出这小子哪里没有主意 也许是因为年纪小 成前其实并不怎么善于和人打交道 他很少主动说什么 也不会刻意地和别人攀交情 有理得有点乖巧 什么都好 除了油盐不尽 他一身的伤 有猛兽抓咬的 有各种跌打损伤的 胳膊上缠着的布条 更是已经被干涸的血迹给粘在手上了 按理说 从忘忧谷里出来 不死也得少层皮 何况他还带着个牙牙血雨的小丫头 早应该到了强弩之末 可偏偏这成前表现的若无其事 宁可在忘忧谷边上风餐露宿 也不肯跟着他们走 关于谷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更是嘴言得很 怎么问都兜不出他支言片语 等到跃上了柳梢时 得到消息的严征敏感来了 他是一个人来的 没带李云和韩渊 连道童都没跟着 神雕拉的车落地还没停稳 严征明已经掀开车帘跳了下来 连日来担惊受怕 严征明酝酿好了一肚子邪火 可他一看清 成前那一身血迹的狼狈样子 预备好的火先惊飞了一半 再一找没看见师父 顿时另外一半也烟消云散了 严征明三步并坐两步地跑过来 先匆忙地接住扑进他怀里的水坑 有一把拉起成前连声问道 怎么回事 你怎么弄成这样 这些日子你们到底跑哪儿去了 师父呢 他怎么把你们俩独自丢在这里 成前不回答 只是正正地看着他 严征明心里一阵乱跳 七上八下 小心 到底怎么回事 成前没吱声 目光从严征明的脸上滑过 在周围那些陌生的修士身上 扫了一圈 青龙岛的修士们 毕竟大家出身 一看就知道 人家师兄弟之间有话要说 便自觉地退开了 成前这才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用没伤的那只手 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小的印章 递给严征明 声音机不可闻 这是掌门印 大师兄 师父让我带给你 严征明先是愣了半傻 随即反应过来 他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脸上的血色 骤然退了个干干净净 他看着成前那只沾满了血迹 与灰尘的手心上 拖着的印章 简直仿佛看见了什么洪水猛兽 一时间他的眼神近乎是恐惧的 成前后面的话 堵死了他最后一点退却的余地 师父死了 他说 也好扶摇派的掌门就是你了 不 严征明本能地摇摇头 慌乱地推开城前 语无伦刺道 不不 你 你把这个拿走 不要给我 胡说八道什么 师父怎么会死 是我看着他魂飞魄散的 不可能 严征明瞪大了眼睛 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一味地否认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一回 成前没有作答 他保持着递出掌门印的动作 深深地看着颜征明 脸上的卑异浓重的 仿佛永远不该出现在一个少年人身上 是真的 是真的 师兄 是 话音未尽 城前的头忽然无力地往旁边一垂 整个人毫无预兆地倒下去了 严征明 也不知道碰到了哪里 雪白的袖子上 立刻就蹭了一条触目惊心的血印子 城前的身体冰凉 严征明几乎觉得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他慌慌张张地将城前翻过来 伸出两根手指去探城前的鼻息 可他的手哆嗦得太厉害了 摸索了半天愣是没探出个所以然来 水坑平时不怎么作声 但他毕竟不会说话 此时无意表达自己只有哭 仅这几天 他差不多将有生以来攒的眼泪都哭完了 严征明耳盼嗡嗡作响 脑子里更是空白一片 他紧紧地抓住城前的手 手心里的掌门印凉得像兵 怎么都五不热 一时间他嘴里只会机械地重复 别哭 水坑 别哭 别哭 严征明不知道自己浑身僵硬地 跪在地上多长时间了 也许很久 也许只是眨眼的功夫 有人抓住他的肩膀 用力摇了几下 严征明茫然地抬起头来 看见一个不知名的青龙岛修士 正一脸忧心地看着他 严征明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比鬼还难看 因为他发现那修士仿佛误会了什么 下意识地做了和他一样的事 伸手探了探成前的鼻息 片刻修士松了口气抬起头 还有记 我那里有丹药和生药 你别着急 也许没那么严重 严征明点点头 继而狠狠地在自己的舌尖咬了一下 尖锐的刺痛和血腥气一起冲向了他的眉间 他这才从一片混沌中回过神来 努力定了定神 不动声色地从城前手中接过掌门印 握在手中 俯身抱起城前又对水坑说道 你自己能走吧 水坑小心翼翼地点起脚伸长了胳膊 拉住了严征明衣服的一脚 严征明坐在神雕拉的马车上 正一天一宿才回到青龙岛 他六神无主 几乎喘不上气来 理智上 他知道城前说的多半是真的 师父对他们从来都是娇虫有余 严厉不足 但凡有一口气在 他就绝不可能将城前和水坑丢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李云和韩渊在青龙岛上等得望眼欲穿 一见他回来了 立刻一拥而上 小钱怎么了 师父呢 对啊 师父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你从哪找到的他们 我不知道 严征明大步让过两个师弟 心里烦得几乎想大喊大叫一通 别问我 别吵 等他醒过来再说 可城前一直昏迷不醒 受伤是一方面 在忘忧谷中三四天 他带着水坑 肯定也是一直没敢合眼 严征明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刚开始 他望远欲穿地等着城前醒过来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忘忧谷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可是越往后 他心里就越害怕 他一闭眼就想起城前满身血污 深深地看着他 告诉他 师父死了的情景 师父死了 他说 以后 服药派的掌门就是你的了 这让严征明夜不能寐 在极度的胶着中 严征明心里自然而然地 生出了一个念头 我干脆要挑走回家 当少爷去算了 这念头刚一冒出头来 就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绪 是啊 反正家里有的事钱 荣华富贵的贡安凡人一生 几十年也够了 修什么险 练什么道 至于师弟们 大可以一起带回家去 愿意继续习舞的就习舞 愿意读书的就送去考功名 不也就是家里多几双筷子的事吗 当掌门 别开玩笑了 我这辈子唯一会干的行当 就是当少爷 我连个基础的复舟都刻不好 入门的剑法都练得西松二无眼 不说那些个大能 青龙岛上随便一个端茶送水的道童 都比我修为高 让我当掌门 能掌出个什么玩意儿来 严正明这么想着 当即站了起来 将伺候他的一个道童叫了进来 这时 这时 道童这时一路小跑着到他进前 少爷 拿纸笔来 我要给家里送封信 收拾咱们的行李 把船准备好 等小钱一醒过来 我立刻去向岛主辞行 少爷 我们这是要回扶摇山 回什么扶摇山 回家 少爷 那门派 没有什么扶摇派了 门派散了 明白吗 快去 就这几天了 好 我 严正明一摆手 这时 淒淒惶惶惶地跑了 滚 封前 封前 醒过来 已经是两天以后了 他刚一动 一只手就搭在了他的额头上 一股熟悉的兰花香涌上来 那味道不知为什么暗淡了不少 城前轻轻地张了张嘴 无声地叫道 师兄 嗓子太哑了 城前没能说出声来 严征明把他扶起来 一言不发地端了一碗水给他 城前一口气喝完 才有些恍惚地开口道 小师妹呢 在小月那儿 有丫头们看着 城前迷迷糊糊地掐了掐眉心 掌门印 对 还有掌门印 我交给你了吗 严征明从颈子上 掏出一根线绳 底下系着那枚小小的掌门印 城前迷茫又绷紧的神色 终于微微松动了些 脸上显出了几分疲态 扶摇派每天鸡飞狗跳 大的不知道让着小的 小的也不知道尊敬兄长 他们俩半嘴吵架的事 好像还是昨天 而今面面相对 却近似恍如隔世 严征明叹了口气 轻声问 你饿不饿 城前摇摇头 他靠在床头发了一会儿呆 这才在仪式静谧中开了口 我 师妹还有师父 之所以到了那里 是因为那天我们画错的符 严征明没有打断他 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 听他从头到尾说了来龙去脉 城前没什么力气 话说得断断续续 足足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才交代清楚 严征明听完 却久久地没有言语 竹花跳了一下 火光竟有些灼眼 严征明回过神来 用尽了全力才直起腰 一时间 他只觉得脖子上的掌门印 重于千斤 快要把他的脖子压弯了 他站起来 轻轻地将一只手 放在了城前头上 用他这辈子最温柔的语气说道 我让人给你端碗粥吧 吃一点 然后上药 城前顺从地点点头 严征明转身往外走去 心里对自己说道 好了 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也醒了 明天早晨就能回家了 回家多好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不必早起练剑 也不必夜里练功 就在严征明心事重重地 走到门口的时候 城前忽然开口道 等等 大师兄 我的书没丢吧 你能让人把那几本剑谱 给我拿来吗 严征明已经触到 门飞的手突然一顿 他直挺挺地背对着 城前站在那儿 整个人好像被冻住了 怎么 丢了吗 严征明背对着他 哑声问 气都起不来了 看什么剑谱 师祖说我们续上了 服药派的血脉 就算起不来 血脉也没断 再说师父也瘦了 让我今后好好练剑 严征明呆立许久 突然默地转身 两步走回来 一把将靠坐在床头的城前揽进怀里 掌门印卡在他的锁骨上 各的人生疼 七大娘的门派散了 我是傅药派掌门 老子还没死呢 他抱得太紧 像是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全身都紧绷得隐隐颤抖 有那么一会儿 城前还以为他哭了 然而他等了许久 没有等到预想中的眼泪 只等来了大师兄 在他耳边说的一句话 没事 没事的小姐 有师兄在呢